今天是2022年6月30日星期四 这是6月份的最后一天 周深的新歌《祝福》终于发布了 这首歌曲是周深为香港回归 25周年演唱的纪念曲 值得一提的是 《祝福》是一首全粤语歌曲 当然作为语言天才 周深已经唱过比较多的粤语歌 例如《月半小夜曲》 《爱情转移》 《漫漫人生路》 《追》 《大会堂》演奏厅 《千千雀阁》等等 还有小编个人偏爱的歌曲《忘记它》 这些粤语歌大都出自我们的歌 或者一些上演活动和一些综艺节目 而在这一次 《歌曲祝福》则是作为周深的一首 个人单曲正式发行的 在小编印象当中还是第一次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首歌曲比周深的英文歌曲还要金贵 当然小编还是要说明一下 《歌曲祝福》是重新演绎的版本 第一版或者说原唱 是香港歌后叶倩文在1988年就已经发行的 而且叶倩文两个月前 还在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 《生生不息》中再次演唱过这首歌曲 两个榜本对于小编而言都是绝美的 周深能够把《非母语》的歌曲演唱到这个境界 真的是让人无话可说 周深的音色 歌曲所演练的境界浑然天成 周深对歌曲的理解非常深刻 以至于每次的演绎都能带来强大的感染力 小编都不知道单曲雄黄来多少次 太好听以至于放不下耳朵 当然不仅仅是小编自己 这首歌曲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首先由人民日报主持的话题 香港回归25周年纪念曲祝福 以及热词 周深歌声与杆片适配度都登上了热搜榜 其中热词 香港回归25周年纪念曲祝福 阅读量已经超过了9000万 迫近1亿了 而且已经有超过100家媒体发布了该消息 周深的新歌被内地百家媒体共同案例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吧 周深的牌面真的是杠杠的 这还不算 在小编写稿的时候 打开人民日报的官博发现 第一条动态是最热的动态 是周深动情也唱旺 而第二条是原创信息 也就是小编提到的这个热搜 香港回归25周年纪念曲祝福 周深能够在某一个时段 独占人民日报的头部 而且还是头两个位置 的确是厉害了 作为周深的粉丝 大家是不是应该小骄傲一下呢 除了这些牌面 还有更具突破性的消息 周深终于要涉足影视界了 这次是来真的 热词周深首次客串电影 登上了热搜榜 近日 电影《我们的样子》 像极了爱情 在预告片中 官宣了阵容 其中就有周深将会在片中 惊喜出演 当然周深本次算是特别演出 所以戏份肯定不会很多 应该类似于客串 但即便如此 对于周深而言 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了 据说本次周深的角色 是饰演一名毒蛇大明星 这的确是够颠覆的 周深这是一上来 就要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啊 这真的是让人期待了 这之后 说不定周深还会接更多的戏份呢 谁知道呢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一日都有进来明星